主播说文旅,打卡全中国 家人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只丹顶鹤的故事 壮壮是一只在两年多前因生病体力不支掉落海中的丹顶鹤 秦皇岛的热心市民和民警将它救起之后 送往了秦皇岛鸟类收容救助站 经过救助人员20个月的细心照料 在去年底的鸟类迁徙机成功放飞,回归大自然 很多人认为对于野生动物的救助,放归野外也就是故事的结局了 其实相反,对于救助人员来说 回到自然界后,壮壮能不能适应环境 身体能不能支撑长途飞行 能不能成功回归鹤群或者找到新的朋友 这都是他们要一直关心下去的问题 在过去要追寻一只丹顶鹤的身影 谈何容易,天大地大,任它飞,我们怎么追得上啊 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 成熟的自然保护经验 数量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以及工作人员 能够让壮壮在迁徙的这一路上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关注他,爱护他的人 比如说前一段啊 我们在东营就遇到了当地的摄影师杨斌 当他听说壮壮最近飞到了黄河三角洲之后啊 他顶着冬季海上吹来的寒风 在冰天雪地里寻找了壮壮好几天 拍摄到了很多壮壮在东营的画面 并且与秦皇岛鸟类收容救助站的李军站长取得了联系 其实不难发现啊 壮壮迁徙的这一条路线呢 是中国的东部沿海 它所途经的这些城市呢 往往经济也都比较发达 但无论城市怎么发展 社会如何变化 人们都为这些大自然当中的可爱精灵们 流出了这么一片属于他们的天地 当在寒风中啊 我看着两个平时毫不相干的人 因为一只丹顶鹤而产生了连接 当我们行走在中国东部沿海的任何一个城市 都能看到非常多这样热爱自然 保护生态的人的时候 会让人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温度 它是一个如此有爱可爱充满爱的国家 我们走在这些城市 如果是一个不知名的 我们回到这些城市